这是何超琼和初恋男友陈百强及前夫许敬亨的合影对比 何超琼和陈百强的爱情故事实在令人惋惜 何鸿燊为了维护家族利益 逼迫女儿何超琼嫁给传王的孙子许敬亨 陈百强也因此失去真爱 在何超琼结婚后 陈百强也宣布退出了娱乐圈 被情所伤的他喝酒后又服用了安眠药 最终抢救无效而亡 即使在陈百强去世后 何超琼仍然对他怀有深切的思念和爱戴 他不顾婆家的反对 出席了陈百强的葬礼 并给陈百强扶龄 他每个月给陈百强的母亲十万元生活费 已经持续了三十五年 还高额请来保姆照顾陈百强的母亲 何超琼在与前夫许敬亨离婚后并没有再婚 这场爱情悲剧让我们知道 爱情往往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而是要经受许多考验和跌倒 何超琼每次听到陈百强的歌曲《深爱着你》都会一泪洗面 因为没有人能比他更理解歌词里面的含义了 陈百强用生命证明了爱